我一心只为大焉 从未有过妖宫之心 叶先生这究竟是何意啊 叶先生 在下寸宫未见 怎配入得太庙 张太夫能说出刚刚那番话语 足见心系万名 自然有资格 叶先生说第二次了 这绝对是明事了吧 看来 不能再犹豫了 叶先生 张太夫 你们先聊 我离开一下 太子殿下请便 传本太子守约 太夫张称 学父武车 鞠躬尽瘁 准其申故后 配享太妙 叶先生 学生还有一个关于国策的问题 想和您请教 又是你的个人见解 不 是我的困惑 但说无妨 如今 偌大的中州 由大燕 大夏 大臣与大楚 四大谷国割据 可不论哪一国 都希望能一统中州 但若要统一 避免不了 就要发动战争 到时 必将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 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学生想问 这一统中州 到底是万民之福 还是帝王之司呢 张太夫 四国之前 中州大陆是何局面 陆分七国 战火连绵 纷争不断 那七国时代与如今 哪时更为安定 自然是如今 四大谷国秩序井然 人民安居乐业 请问太夫 七国最终是如何变成如今四国的呢 上古大战之后 三国覆灭 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 没错 所以啊 战争未必就不能带来和平 张太夫若是希望中州大陆再无征战 百姓安居乐业 那只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由大烟 一统中州 我明白了 为一时的偏安一余 而放弃这万年基业 才是真正的烟小师大 不顾百姓 说得不错 多谢叶先生指点 在下知识如梦初醒 哪里哪里 张太夫客气了 叶先生 在下还有一个问题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今日多谢叶先生 为我解疑答货 臣还要进宫 便不多讨扰了 好说 好说 叶先生 别忘了您答应我的 两日后来东南学宫讲学 放心 叶某定准时赴约 能要得此等大能前来讲学 东宫那群老家伙 怕是要乐得睡不着了 驾 终于送走了 没想到初中历史上学的东西 还能在这儿派上用场 看来我也不算九六鱼嘛 圣上 老臣从前目光短浅 才会阻止您和其他三国交战 今日听得常青圣人一席话 方才如梦初醒啊 哦 叶贤辈说了什么 一统中州之战 可行 啊 真的吗 是 叶贤辈 真是懂我 常青圣人还说 统一各国以后 还可以统一文字 货币 车轨 以此便能实现 国家繁荣昌盛 连绵不衰 苏同文 车同鬼 这 这是何等的胸怀 真不愧是叶前辈啊 来人 传令下去 朕要亲自监军练习 早日实现叶前辈的远大宏图 是 常青圣人 为大燕所虑深远 圣上还是尽早做打算为好 爱卿说得极是 我大燕有爱卿这等尽兴竭力之臣 何愁大业不兴啊 不 常青圣人的金身 出现了之前不曾见过的异象 常青圣人显灵了 快快跪拜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常青圣人雕像上 显现的那把枪 是太祖皇帝用过的盛器吧 没错 可那把枪在七国之战后就损毁了 为何今日会突然重现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可能 嗯 你且说来听听 儿子 与女窑 稍微 学生 文章